大家好 感谢收看丧尔达书为您带来的导塔儿直播比赛结说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这扇比赛是 中国赛区一扇比赛 VG对RNG的比赛 那么很抱歉啊 这个没有给大家把前面这部分录上 因为上一扇比赛刚结束 我也是赶紧切回来 所以这扇比赛稍微晚一点 但是由于这扇比赛 我估计可能很多观众还是想去看一下 VG在阵容改变以后 再加上RNG这些队伍 也是 应该说我感觉啊 我感觉在最近的比赛当中变化也是比较 因为是一个新队嘛 完全是一个导塔儿的新队伍 那么他们的这些人员也是第一次组合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这个是中国赛区 中国赛区预选赛的比赛当中 A组 A组的败者组的比赛 那么A组这边已经确定晋级到胜者组的队伍 是星辰战队 也就是查大师 这个Burning组的组件的那只有塞拉作为一号位 大石头第二二号位的这只队伍 这里魔爪直接拉住了一个三号位的蚂蚁 这个蚂蚁被出秒了 这场比赛我们还是再来看一下阵容 那这场比赛VG是皮贼羊打了一个三号位的小鹿 对方三号位则放的是一个蚂蚁 废的则是拿出了自己的一个绝活土猫 老肥羊这边的阵容是阿福 不是老肥羊 抱歉 口误 RNG这边是在四号位的位置上是阿福 然后中单的位置是这个Z2这个选手 一号位是莫奈的TB 然后三号位皮贼羊的小鹿这个刚刚已经介绍过了 那么343的一个巫妖 RNG这只队伍呢 他们作为我所知道的啊我知道的第一支在中国的这个赛区 第一支由原本是在经营这个卢瓦的战队啊 卢瓦战队那么扩增了DOTA2的这个分布 这是我知道的第一支 有可能以前还有 但是可能我不知道 这些小强的这个破影机就是打不出来也是很急啊 这还是直接给出了这个参策 比如三次由无标直接甩大皮贼羊这拨呢 估计直接刺激也是要死啊 所以并没有选择去开启这个责任之处 感觉开了也是要死啊 没有浪费时间 RNG这个战队我知道的是 他们在这个卢瓦戌的战绩上面是相当相当相当的不错啊 这个是我知道的 因为在所有的几乎所有这个卢瓦戌有关的重量级比赛的后半场 因为网上的新闻也会报的比较多 每每都能看到这个RNG的名字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战队能够去扩增这个DOTA分布 我觉得对于DOTA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特别是如果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取得成绩的话 如果能够取得成绩的话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去增加这个DOTA2 职业队伍的数量 选手的数量 这一波游鬼开大过来 先收掉一个阿福的小墙 那么再接着往前传去找孙润发 再给上一个雪之祭祀 蚂蚁则是直接开大 然后一张TP亮起来 一脚石头踢中了 然后雪魔再给上一个大招走不了了 这波孙润发这个蚂蚁没办法 其实大招放的时间已经很急限了 但是还是没跑掉 VG这张比赛的阵容是一个欧瑞的雪魔 1号位给绝者是拿了一个 这个幽鬼这个英雄 5号位放的霍兰之源 3号位小鹿和这个4号位的土猫 从阵容上来说 VG这个阵容基本上都算是拿着自己比较 应该说比较绝活的英雄吧 但皮蟹羊这个点 他的比赛确实有些日子没看了 所以他的这个3号位英雄池 现在进步到了什么程度 我目前心里没底 看一下这个雪之祭祀 掩护一下这一个皮顺便定了 一下这个雪魔 小鹿这个位置肯定是要死 雪魔好在自己定的位置比较远 并没有往上露头 那么对方也没有就对他进行一个追杀 这样双方的人头数来到了一个9比10 RNG是领先一个人头 落后这1000经济 TB的经济目前暂时排在全场第一 跟雪魔和优鬼差不太多 火猫的经济是稍微差一点点 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看一下阿福 阿福这波是冲的有点太靠前了 有观众管这个最近这个孙润发也是 孙润发最近也是因为状态特别好 大家都是说他常年都是杀人疯 杀人疯的一个状态 已经不是孙润发了 话说这个选手他的这个职业履历 其实并不算特别的优秀 因为他所在的队伍 基本没见过什么成绩 基本没见过什么成绩 看看这次能不能跟着RNG去打出来一些吧 因为越是没有成绩的人 越是没有成绩的人 其实对于成绩的渴望 对于这个自己的实力 因为成绩是去印证你的实力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种选手他还是很很期待自己有这个成绩的 哪怕是历史成绩都可以 但是现在孙润发这个选手 历史成绩都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去值得炫耀的东西 所以希望这个选手还是能够再多去 让自己再多一点点这个发挥的空间吧 至于这个RNG战队啊 至于RNG战队其他的选手呢 基本上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人 除了他们的中单 除了中单 莫奈就不用说了 在老表达了很长的时间 那么这个Sysu也就是他目前的这个中单选手 之前在最近的比赛当中呢 实际上是在CDC度过了比较长的时间 在最近的这个人员的调整上面 所有的一线战队的人员调整 基本上都是围绕着Tim Max和CDC这几只队伍 去从里面去挖人 然后还有个别队伍有自己的轻讯队员 比如牛逼的四号位是自己的轻讯出来的 就是从牛逼M到牛逼Y 然后一直到牛逼 大部分的队伍其他去挖人 都是从CDC还有Tim Max这种队伍去挖 还有一些队伍的这个人员 是因为在2019年的TI9的比赛上面 因为每个俱乐部只能去派出一支队伍参加比赛 就不会像出现今年这样TI8说VG VGJT和VGJS三支队伍属同一个俱乐部的情况下去参赛 没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像老飞昂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那么还有包括像这个IGV也就没有什么太大存在的价值了 包括像VGJT等等这些也没有价值 所以很多人都是这样出来的 看一下优鬼 优鬼这个位置是直接被带走 那么后乱支援赶过来以后 先把乌妖睡住 优鬼第一时间没瞄以后并没有留买活钱 小鹿在这个位置输出的位置相当的不错 雪魔的这个雪之祭祀给的也可以 但是现在这个雪魔的位置是冲不上去第一时间 冲不上去 小鹿这个位置感觉是要死 欧瑞开始BKB 但是对方四个人满血啊 只有莫奈的血少一些 他只能是尝试去摸几下 三四三能不能把对方的雪摸低一点 然后去给自己加一加速加一加攻击 皮静杨这个位置被对方四个人追杀 最后火猫的一个雾影全安直接成功击杀 火猫现在的装备已经是有了甲腿加上一个风胀 先做风胀也是为了去躲避对方雪魔的大招 加上雪之祭祀的这个组合 这场比赛目前20分钟12比14的一个人头数 那么VG目前在经济上面还是 团队经济还可以 只不过就是RNG目前TB 莫奈的这个TB的节奏确实是相当的好 看看中路 中路这个地方想要对这个蚂蚁动手 没有成功 那么下路幽鬼在这个战线方面 这里有一个小墙 蚂蚁这个位置应该是这两个人看到了 看到了以后 看看下路的这个幽鬼赶紧往回走 这土猫滚一下撞到 撞到皮上了 自己被晕住以后 雪魔赶紧一个雪之祭祀 掩护一下三色的火猫 这个时候是顶住了对方雪魔的一个BKB贴身的进攻 这个时候再反身开始追 幽鬼这个时候手里面是有大的 但是幽鬼现在身上没有输出装 所以他也没有选择开大去支援战场 开了大也没用 打不过了已经 这波是在对方TB没有变身的情况下 VG这波团战都没有选择去跟对方去开团 还是打不过 场面上主动权现在有点落入到RNG手里 主要还是英雄的问题 幽鬼这个英雄你第一件装备选择去出一个分身斧 其实这个选择 讲道理的说挺把队友做保稿的 因为你第一件装备做个分身斧 等于你一点参团能力都没有 看这个地方小强能不能去打出来 自己这个瓶就是打不出来 好急啊这个小强 这一个穿刺 穿刺中了以后蚂蚁赶到战场 火猫崩一个魂过来捆住 那这样呢小鹿开解了自己的一个 加鞋以后一张TB回到家里了 nice 小鹿这波操作还是很溜啊 别扬这个还是很冷静 这一点做的很冷静 听到RNG在刀的比赛里面有点怪 其实这个无所谓了 只要能打好比赛 只要能打好比赛 比赛好看 你管他的呢 你管他的呢 他只要能出成绩 能出成绩 打到比赛好看 能去找到这个更多的 给这个帮助DOTA2去扩充更多的市场 我觉得这个就不是坏事儿 最起码对于咱们喜欢DOTA的观众来说第一不是坏事儿 对于我这样的主播来说也不是坏事儿 这些雪魔的一个雪之祭祀出来以后 看一下这个巫妖 巫妖这里是尽可能的去跟小鹿贴身 耽误一下小鹿的输出 打完了第一波以后 霍兰之园一个魔爪直接拉住了蚂蚁 蚂蚁被击杀掉以后 目前只剩一个TB了 阿福也是马上要死 这里出来以后 莫奈的这个换血很溜 换血换出来了以后 优鬼被火猫的一个烟锁锁住以后 火猫崩一个魂直接往回飞 这波莫奈神啊 这TB 非常极限的一个空间 找到了优鬼换了一波血 最关键的是换完血以后 RNG剩下的人都是满血 血魔没有人能给他提供加速和加工 而他在面对一个变身的TB的情况下 是完全打不过的 火猫在用自己的魂撞死这个优鬼以后 并没有选择留在这个魂的位置 而是选择去回到了远方的那个魂 这样可以让他自己不至于 第一时间暴露在对方的火力之下 而优鬼在死了以后 VG缺少一个持续作战能力 这波莫奈的TB确实是发挥的有点厉害 主要还是优鬼这个装备出的实在是没什么输出 这打死个人太难了 TB在这两波打完了以后的经济已经是碾压众生了 一万三千多了 第二名是优鬼 第二名血魔就一万 少了三千多块钱的一个经济 这个差距就拉得越来越大了 优鬼正常情况下配血魔的话 他身上应该是挥绕散尸二选一 就这两个道具哪个都行 最起码你在开完一个大招以后 可以将对方的脆皮的血线压起来 百分比压起来以后 这个时候血魔就可以起飞 血魔一旦起飞的话 他就可以去有效的去对你的 就是血魔在有了自己的被动加成以后 他是拥有一个跟对方这种大哥位去硬刚的能力的 这土猫一套技能给上 还差一下 结果这个人头并没有让给优鬼 反正是土猫自己拿到了 神服方面呢 RNG这里是 TV空到了一个 然后火猫空到了一个 这里魔爪拉住 这个蚂蚁以后输出不够 一个大招开出来直接满血 小鹿攻速不够 小鹿现在输出不抵 弹攻速不够 感谢咱们观众各位观众大佬的这个打赏啊 刚才在官方欧币位也是没法去感谢各位 因为有一个是有延迟 一个是官方欧币位的话不太适合去 去去跟这个弹幕互动 但是咱们这个 呃现在啊 现在就是自己去给大家直播的话就舒服很多了 看一下这里 火猫是中了一个雪魔大 但是远方很远的位置是有一个这个自己的大招在的 直接传走并没有出现太多的意外 火猫需要注意点 就是火猫的这个无影拳和他的传魂残炎的这个 激活残炎的这个过程当中都是无敌的 而且火猫的无影拳 如果你在他释放无影拳的过程当中 让然后去提前释放了这个激活残炎 也就是传走的话 他的无影拳跟激活残炎中间是没有空挡的 是一个零空挡的这么一个技能 就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 就是在这个火猫释放无影拳的时候 如果他的单位足够多 他的无影拳时间足够长 这个时候来一个虚空用一个大招照在这个火猫的释放无影拳的地点 也就是他无影拳结束以后应该所站的这个位置 是照不住他的 他是可以直接传走的 优鬼这波开大 雪魔的雪之祭司位置给的也不错 阿福第一时间被秒 优鬼开大过来以后先找一下这个巫妖 然后开个分身 我拿两个分身去欺负一下对方的巫妖 给雪魔去增加自己的这个被动 但是雪魔自己是被冰眼的TB 加上火猫直接带走 这样的话正面站长还剩下一个小鹿和一个巫妖 和一个优鬼 还有一个土猫 这波没有火猫的消耗的话很难打 看看这波优鬼被钉住以后 这个肉杉还剩一丝血 肉杉打掉 肉杉打掉以后 这里打不过了呀 完全 VG这波是被RNG 被RNG打爆了 这个雪魔每次团战的时候 第一时间被对方这个TB起火的话 确实有点难受 莫奈的这个TB 莫奈其实这个选手在 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边吧 我觉得莫奈是最可惜的一个选手 因为老飞扬一直没有成绩 但这个没有成绩 莫奈对于莫奈了而言 他 他能够背的锅 我觉得真的不多 毕竟年纪在这摆着 他能背的锅真的 我觉得不多 前两天我在看这个队伍资料的时候 有一支队伍 我忘了是哪支了 忘了是哪支队伍了 他们新进的那个中单选手的年纪 特别特别的小 就17岁 就17岁的一个选手 我忘了是哪个队伍了 好像我记得也是一个 就是一个中国队 中单就17岁 是Distorms吧 还是谁来着 看一下这雪魔的雪之祭祀给上 过来一刀直接弄死 秘密 好像是秘密 对对对 好像是秘密的那个新中单 只有17岁 但是幽鬼开大 但是第一时间 DI已经被秒掉 皮蟹羊这个位置 也是被对方一波技能 直接集火击杀 幽鬼过来去切这个火猫 火猫一个无影拳 拖一点时间 传一下 再扔一个魂 风杖吹起来 自己再往前传吗 还能传吗 传不了了 这时候还剩下一个TB 这个TB身边是有换血的 VG目前要面对的对方 还有一个蚂蚁和一个残血的TB 而且这个TB身上有火盾 感谢99999的一堆哈皮 和求老仙 乃我考不上下大 求大叔乃我考不上下大 好的 你一定考不上下大的 你什么大都考不上 你你你直接就死党了 我跟你说 你报报报报名完了以后 直接分数不够死党 然后没有学校接受 你看这样行吗 同志 那样优鬼过来 给上一个优鬼之刃 然后再往前追 土猫过来 这个沉默撞皮上了 再接着追 土猫一条石头踢过来 阿福这风杠闪一波 不过落地以后还是要死 最后人头还是被这个角色给拿到了 我刚才有口误吗 我怎么没有口误吧 RNG目前打了半天 其实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他们每次打完以后都特别要打 到现在为止 他们这个团战打完了以后的 这个推打节奏特别差 其实这个是TB这个英雄的硬伤 就是TB这个英雄 在游戏的后期 他的质变装 就是刷新球和刷新球碎片 如果他能拿到这些东西的话 其实是最有效的 身上带一个复活盾 然后呢包里面揣一个刷新球碎片 最好再揣一个刷新球 这样的这两个道具不供CD 然后可以让他这个有连续的变身 可以去在团战完了以后 可以有效的去对对方形成一个进攻 要不然每次都是在自己家 被对方进攻 或者是打入山被对方进攻 然后呢愉快的去打赢一波团战 一波团战被对方拖了半天 自己努力带了半天的线 好不容易到对方的这个家里边了 没了 演示一下没了 好不容易到了最后一步 软了 你说这玩意怎么弄 软了 还得重新来 重新来 中间还得有 还得有休息的时间 这个就这个就真的很尴尬了 还得等CD 这个时候盾消 盾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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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盾消了 大家这里一脚石头 踢到小强脸上 魔爪直接拉住 优鬼开大 先秒掉一个你的小强再说 人群太过密集 火猫的输出环境还是不错的 但是火猫这根不敢回头给输出 巫妖这个被带走以后 大招还在弹 雪魔这根在往上冲 对方的这个TB的血量 TB的血量 TB被沉没住 换不出来鞋 换不出来鞋 TB被打死了 80多秒 没有买活 优鬼完成了双杀 这样的话 VG冲上去 这波感觉RNG扛不住了 扛不住了 扛不住了 这个盾没了呀 盾没了 为什么这么拖大的 打了一波团战呀 巫妖这波团战 但这个大招 其实放的已经是比较不错了 但 毕竟啊 毕竟游戏的这个时间 比较晚了 比较晚了 扛不住了 TB的英雄真是不敢死 现在50多秒的时间 还有VG不敢上高 不敢上高 这个不敢上高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他们这个阵容 目前所有的技能 全部放光了 那么这个人 对方的火猫 在后排不断的去利用 自己的技能去限制你 你是没办法的拿它 不断的消耗你 然后如果你稍微有 稍有不慎 被这个火猫耗的太惨了 对方其他的人往上一冲 TB一个买活冲出来 这就肯定要凉了 我们知道TB没有买活 但是VG不知道 VG在游戏打得到这个程度 而且TB之前几波团战 一波团战 比一波团战 赚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你说TB没有买活 我估计可能VG自己都不相信 实际上TB差的也并不多 TB差200多块钱买活 这样双方在游戏进行到34分钟的时候 经济领先RNG一度到了1万加 就一度到达了接近1万 那么还是被VG抓住机会 把这个经济给拉回来了 而且最可怕的是优鬼的装备逐渐要起来了 优鬼的这个大云队一旦出来了的话 对于RNG来说就是 非常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打击 因为火猫到现在为止的经济 其实非常的一般啊 火猫和蚂蚁都非常的一般 感谢一波 求乃我考不上厦门大学大佬的飞机 这波飞机感情 感谢感谢 这看来刚才这波不白乃啊 来刷飞机了可爱情 大叔RNG的队员有潜力吗 RNG这支队伍现在的队员构成 还好吧 应该说还可以 他们如果单就看这支队伍 目前的一个人员构成的话 除了中单我现在不太确定以外 其他的选手都是一线队的选手水平 都是一线队的实力 这个没毛病 至于这支队伍的上限能到多高 这个就主要是看莫奈的未来一年的成长 还有他们中单的这个选手的未来一年成长怎么样了 飞机怪 莫奈还是年轻 她还是有时间有机会 意思说就差磨合了吗 其实磨合是一方面 还有就是 目前按道理说 莫奈还没有达到她的巅峰期 她还没有达到她的巅峰期 而且这支队伍的中单选手 目前也还应该有空间去提升 三四三跟阿福这两个选手 基本上 这两个选手的实力的上下线 已经就定在那了 当然了 定在那并不说低 因为阿福确实是顶级的一个 优鬼这里直接开打 看看切后排吗 第一时间 第一时间优鬼并没有切后排 而雪魔则直接被打成了一个残废 优鬼切掉了孙润发 配合自己的土猫切掉孙润发 再接着去找巫妖 巫妖大招已经甩过了 那么选拨选手买活 赶回到战场 正面战场这个位置 所有的人都在打这个小鹿 所有人都在打这个小鹿 然后打了一辈子没打死 看还差一个物影拳 这个物影拳打上了还没死 还没死还在往回拖 那这波团战RNG血亏了 因为TB的变身已经开了 但这个时候正面团不能再接了 这个就很难受了 土猫直接滚过来以后 风杖吹一手 一脚石道拉回一个沉没 小强落地以后 可以把自己再吹起来 解掉身上的这个沉没 但是对方人太多了 这个位置 开一个皮再拖一点时间 不过小鹿这里一个大镖 土猫一个滚 最后皮鞋要拿到一个人头 这一波团战打下来以后 我们会发现RNG的经济领先 其实又是增加了一些 就是跟之前那波团战结束 相比又增加了一些 但是整体这波团战下来 是VG赚了一些 只不过就是这个血魔 亏的有点多 但是幽鬼和土猫 这个这两波打下来以后 非常的赚 小强选择了买活 想过来抢这个肉山盾 但这个时候 已经不可能抢得过 已经不可能抢得过 这个肉山盾了 不可能抢得过的原因 非常简单 TB没变身 就是这种变身系的英雄 最尴尬的一件事就在这 这雪魔的大招浪费了 这里一个雪之祭祀 扑出来 火猫不敢往上走 直接往回撤 这雪魔的大招 给到小强身上以后 小强最后还是被A死 乌妖这里好像又是甩了一个大招 我没看错的话 这个自己被切死以后 欧瑞开始PKB 正面打一波 这个乌妖的大招 所有大招都撞到了一堆的幻象上面 幽鬼靠着自己的幽鬼之间 逃到高地上 被火猫追 这时候蚂蚁赶回到了战场 这个幽鬼 这波应该是凉了 幽鬼这波应该是凉了 肉山盾因为是给到了雪魔的身上 并没有在幽鬼身上 所以这波幽鬼被打死 还是非常伤的一件事情 所以火猫也是 土猫也是被对方三个人直接围剿 买活方面 目前只有幽鬼跟 混乱券又买土猫和小鹿都没有 这个比赛打还真是 有来有回啊 大叔阿福这局有机会A张秀起来吗 阿福这局有机会A张秀起来吗 阿福这场比赛 阿福这场比赛弄了个小强 有什么可秀的呀 A张以后就是变成一拖 变成一拖狗便便 变成一拖狗便便以后 然后不停地往外甩狗便便 用狗便便去吸人家的蓝 然后在狗便便上长刺 就就这怎么秀啊 这怎么秀啊 这只能是变成一拖狗便便在地里待着呀 这你跟我说 这你跟我说 TB25级这个 剪大招OCD以后去秀一秀 我还觉得还靠点谱 霍兰之员这个位置被对方一套技能带走 看看蚂蚁 这个孙顺发这场比赛蚂蚁打得不错 讲道理打得真的不错 中路高地塔被破 那么看一下RNG现在TB变身的CD已经赚好了 其实这个时候 应接团的话对VG来说没有优势 应接团没优势 看看雪魔得往上顶啊 雪魔有盾 雪魔肯定得往上顶 优鬼这时候开大过来找人 在人群当中雪魔扛了TB的第一波输出 第二波输出打上来以后 交盾 优鬼在人群当中是被这个TB的输出 还有火猫的输出直接打成一个残血被带走 那么这个时候小路 小路有点扛不住 这个TB输出太高了 这个TB的输出真的太高了 实在是有点 而且因为他的攻速很快 所以小路也站不住 小路跟优鬼两个人选择了买活 那么RNG这波再往上推啊 这雪魔买活CD 他们肯定是知道的 这波肯定是要推的 这波没有道理走的 一定是要推的 头就带了一条线 我就带了一条线 赶紧接着往上推 这波中路高地 无论如何都是可以拆了下来的 优鬼现在根本就在正面 不敢跟这个TB刚正面的 这个林肯套在TB的脸上 以后TB过来 准备找机油换血了 一会可以 反正现在换血不值钱 不耗蓝 CD超级短 你愿意怎么打我怎么打我 先拆剑之物呀 拆剑之物呀兄弟们 回来拆剑之物 不要搞事情 莫拉这TB反应过来了 赶紧回来拆剑之物 你们愿意打我就随便打 这个人就是随便打 反正你打我打得差不多了以后 我队友上来 稍微给我一点缓冲的时间 我一个大招甩你脸上的话 就是换谁的血 谁就一脸包 一头包 因为换完了以后 这个大招的CD 现在就五秒钟一个 随便找人还 这波同样打下来以后 VG这场比赛已经是 不太好赢了 应该说 不太好赢了 这场比赛 优鬼 总感觉拒绝者 在最近这两年的表现 没有之前那么强势 没有之前那么强势了 小鹿这里开始自己的加血 也是扛了很长的时间 不过最后还是被这哥撒给带走了 那么正面战场这里 诶 巫妖都敢骑在脸上这么打了吗 巫妖都敢骑在脸上这么打了吗 旁边站个TB 自己无法无天了已经 那这样下路高地也没法守了 小鹿是买活死的 血魔虽然马上能活 但是血魔现在正面战场站不住 他被这个TB一顿激活 根本就扛不住 这输出太高了 TB现在 蚂蚁 蚂蚁现在的装备 也是拥有了MKB 加上魔龙枪 而且他有一个零肩 一直在给这个TB在甩 一直在把这个零肩套上 虽然自己没一张 但是战位打的 跟个有一张的蚂蚁一样 TB这里两个门压塔拔掉 直接开始强拆基地 火猫上来给技能 优鬼开大 优鬼第一时间找的是对方的巫妖 优鬼找一个巫妖 然后呢 在传走 传到下面以后 避免被对方挤火 但是土猫在人群当中 已经被击杀掉 这里TB被对方给上一个大招 加雪之祭祀 但是基地扛不住了 基地扛不住 基地直接被打掉 那么这样的话 恭喜RNG 在跟VG的败者组 第一场比赛当中呢 是先下一城 如果他们能够去战胜 这个VG的话 那么他们将在最后一轮的比赛 去迎战 Serenity 好了 那么这样了 这场比赛就给大家先录制到这里 我是三号大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和直播 别忘了收藏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录制就到这里告一段落 咱们直播间会继续插播 其他战队的比赛 我是三号大叔 咱们稍事休息 下场比赛见